宋大人 是你帮着我 把这竹如海 送上这不归之路的 对于他的死 你内心不觉得复旧吗 宋某自知富有众子 我一定会接受 应有的责罚 接受责罚 就是嘴上说说而已吗 想想你的老父亲 你父亲当年 由于不识断肠草 误判了案件 使无辜百姓断松了性命 他怎么做呢 他自决断肠草 一命抵一命 这才是有血性的男人 而你呢 宋提醒 你可是远远不如你父 宋老提醒啊 你不如他有血性 你不如他敢作敢为 有光岛 你敢如此侮辱我 死便怎样 你觉着我宋某是贪生怕死之徒吗 好 好好好好 那你就学学你老父亲吧 让我也亲眼目睹一下这壮士的风采啊 你要是下不了全心 我可以助你一臂之力 你看 这是什么东西啊 这个叫金鸡破蹄 只需要那么稍稍的一点儿 就可以把你引向那无忧无虑的极乐世界 好 我把它留在这儿 具体应该怎么办 你自己全行吧 告辞了 你自己全行吧 我现在已经有倍灵的 我把你带上了 我把你带上来 你自己带上来 你怎么来 好 这儿 我肯定是个月 我死我 我肯定是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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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人 我真的想去死 是我刚毕自幼 自以为是 从断冤案 致使竹如海含冤而死 犯下如此大错 我有什么颜面勾获于世 父亲当年错断冤案 自毙其命 一顾 你就让我 用这荆棘破题 荆棘破 宋慈 你一世英明 怎么这个时候会犯糊涂啊你 这个案子审不清 那是坏人设下了圈头让你上当受骗 你已经被骗了一回了 难道还想再被骗一回吗 竹如海 被雕光斗害死了 你现在再去死 你要死 你去死 你去死啊 你死啊 你现在就把他喝了喝了的 雕光斗会消雕下吗 童天下所有的人都会骂你杀的你知道吗 你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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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人 都会骂我杀的 是的 是的 是的大人 是的 我和银公在外面听得清清楚楚 这全是雕光斗搞的鬼 大人 大人你这样稀里糊涂的去死 把案子放下 那冤的人就真的冤死了 而且雕光斗这样的坏人 还会依旧骁扰法外 还会做更多坏事 大人 你这样死吧 到了阴间你会后悔的 说得对 如果要死 我也不能现在去死 我要查清本案 挺冤死者 深冤 也计划 他人 都不想死 你 这 是 是 我 圣上 圣上 宋爱卿 你这是干什么 启禀圣上 宋慈无能 在查验京交遗事案中 判断失误 铸成大错 圣上 因宋提刑 错断误判 将刑部官员竹如海定为死罪 致使他寒冤受驱壮强而死 刑部已将此事 速至御史台为臣 不敢受礼 特请圣上 圣上 宋慈对大宋忠心耿耿 这回是偶尔失手 请圣上 酌情决断 圣上 宋慈的错断误判 后果极其严重 无辜的官员因受到诬陷而奉然自杀 现在这个案子已经传遍京城内外 街头巷尾 人们是议论纷纷 还有很多官员说 宋慈虽然有点微薄的功劳 他鞠躬自傲狂妄不已 为所一为 臣以为必须严肃查处 圣上至少也要隔去他的提行之职 请圣上您见 站起来回话 谢圣上 这事我听说了 审案断语 人命关天之事 一旦失误 伤疾无辜 事难挽回 从此任提行官十多年来 查案验师有如神助 沈兄判罪无一过失 已数十分难得 京城内外 官员百姓 教口称赞 我大宋朝廷 就因为有这样一批忠良之臣 才保得我国泰民安 天下太平啊 启禀圣上 罪臣忧负圣恩 勘察失误 主称大错伤疾无辜 臣请受到最严厉的责罚 隔去我提行一职 以敬好人 智者千律必有一失 人非圣贤熟能无过的 偶有过失也在所难免 好了 朕恕你无罪 起来吧 圣上隆恩 臣诚荒诚空 不敢应证 圣上真是爱惜人才 体恤臣下 英明 真是英明啊 圣上 瞧瞧天 圣上 如此抬爱宿死 臣感激不敬 爱卿啊 听说你此次查案 错综复杂 疑团重重 朕希望你轻装上任 尽心尽力 排除万难 给京城一个清平安逸的使道 你能行吗 启禀圣上 臣请命勘察此案 如不能查清案情 缉拿真凶 臣必自究其则 以死谢罪 江氏何在 宋大人 你怎么又来了 案子没有查清 我能不来吗 宋大人 我求求您了 您可别再来了 您看看 小桃红这一死 我们警方可倒大霉了 瞅瞅瞅瞅 这台底下有几个看戏的呀 就是来这儿的 也不是为看戏 说什么的都有 纸丧骂怀唧唧喳喳的 您说 我们倒了八辈子大霉了 江氏 你身为班主 小桃红无辜致死 你不想着替他申冤 只想着自己的生意 这也太没心肝了吧 小桃红怎么死的 连您宋大人都查不出来 还连累了别人 我有什么办法 你胡说什么呢你 好了赵部头 我问你江氏 那天公堂审案 我问你案发前两日的事情 你说小桃红在屋里睡觉 可是你亲眼所见 没有 我是听柳青说的 说小桃红回来了 躺在屋里起步来 还捉银子让柳青 替他唱戏呢 替他唱戏呢 那么案发前两日 小桃红可在锦衣班呢 没有 城里有个开米行的朱老板 说要给老泰山做寿 便请城里所有唱戏的 我们锦衣班 就挑上小桃红了 5月19那天 他给了我50两银子 我就让小桃红去了 5月19日以后 你再也没有见过小桃红是吗 是啊 问题就处在这里 此事肯定是跟柳青有关系 柳青何在 他还没来呢 在什么地方 这会儿在他住处呗 即可带我们去见柳青 我这儿一大堆事呢 你去不去 我去还不行吗 你凶什么呀 柳青住在这儿他在不在呀 哪里还有他的影子呀 你看这房里都空空荡荡的 一个人都没有 还有租我们家的房子 还没给钱呢 真气死人了 柳青走了没有对你说什么吗 他说什么呀 他什么也没说呀 这下锦衣班可全完了 这个柳青可真是的 昨儿我还跟他说了半天 小桃红死了 以后可全靠他了 让一让让 我说多排几出戏 多给他点银子 用不了多久 肯定会出大名的 这该死的 也不说一声 跟贼似的走了 大人 你来看看 柳青怎么会有这种银带子呢 难道还会有人给他送银子 他匆匆离开 一定是害怕在公堂上做伪证 说了话 大人会来追究 所以他逃之夭夭了 恐怕没那么简单 这些人 这个柳青 真是的 小桃红刚死 就把人家绢花给拿来了 这金细盘也是小桃红的呀 真是 你不能把这些东西拿走 这些东西 也就我们戏子还用得着 何必呢 走吧 我们去小桃红屋里看看 不拿就不拿 那小桃红屋里看看 那个红屋里面 带兰尼特的 她在山上 你会死乎 不让你再带兰尼特的 不让你把人家组? 副者 那些检查 小桃虹可真聪明 他把那些有钱人当官的送他的东西全藏起来了 大人您不知道 小桃虹可招人喜欢了 那些当官的都想拿他为妾 都是什么人想拿他为妾 天哪 不说了 我可不敢多说 我也是再多说呀 会惹来杀身之祸的 杀身之祸 那这么说有人以前说过这样的话 这话我可没说啊 大人 这些都是竹如海写给小桃虹的 还有诗词 来 大雷兄弟真是晦气 喝这么点酒就醉了 掉进这户城河里 白白断送了信念 他家里还有别的人吗 有 还有一个病在床上多年的老母亲 闪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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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你说什么 小桃虹当日便离开了你家 是 大人请坐 是这么回事 那个小桃虹是我花了五十两银子 请来为老泰山做寿唱两天戏 没成想啊 一张帖子一顶轿子 就这么把人抬走了 朱老板 按说你可是个生意人哪 功于心机精于算计 你怎么会连来人是谁问都不问 就让他们把人抬走了呢 呦 我说宋大人哪 那个拿帖子的人哪 一身装束是宫里的达本 说话横着呢 那顶轿子也是宫里的 我不认识宫里的人 还不认识宫里的物件啊 人说了 让小桃虹进宫唱几天戏 谁还敢说半个不字啊 再说了 像小桃虹这样的女人 戏子能进宫唱戏 那也是她的造话啊 或许还能多拿几个赏钱呢 是吧 朱老板 小桃虹记已离开你家 为什么不像锦鱼般告知一声呢 呦 那两天为老台山作寿 忙得我是团团转 哪顾得上为一个戏子 惭愧惭愧 朱老板 有几句话 宋某必须跟你说一声 请讲 小桃虹一案 惊动惊称 圣上龙颜大怒 则令我几日之内必须破案 凡涉案者一经查实严惩不淡 朱老板 你总该掂量得出这个案子的分量吧 宋大人 段不会怀疑到小的头上吧 你说呢 我说宋大人吧 我可什么都不知道啊 您是咱们这有名的青天大老爷 您可不能无端的把祸随硬栽到我头上 死案未了 谁都脱不了干系 宋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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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起来了 那天哪 轿子抬起来以后啊 他奔着西街走了 我还琢磨着 他要进宫的话得奔南街 莫非这西街住的还有什么宫里的人 会不会是 你是说驸马府是在西街 宋大人 这可是您说的 我可没说驸马府啊 好一个狡猾的剑上 好吧 有事及时告知宋某 一定 一定 宋大人慢走 把银子准备好 明天我一准把货给你们送到 好不好 好 好 我们先回去吧 好 不耽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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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放心 慢走 几位爷慢走 这位爷 老板 这位爷 您看您虽然是寻常人的打扮 可是一看您 就是官府里做事的 是不是 老板真是好眼力啊 确实是在官场干过几年 不过现在呢 是个生意人了 错点小生意 老板 这个官家人吃官家饭 还是官家人上路威风啊 所以想在 我明白我明白 我明白你的意思 您是想租一顶四人大教 然后照上官家的教医 在大街上抖抖威风 吓唬吓唬老百姓 是不是 爷呀 我知道您要来 我都给您准备好了 你瞧这教医 您说 您要几瓶的 来来来 公里的有没有啊 有 公里的 我说 这位爷 咱这玩笑不开心啊 公里的教医我可不敢做 我也让人看穿了 不但封了我的教行 还得坐大牢 翻不着 老板 老板 我可听说前两天 你把照着公里教医的教子 租给别人了 同事做生意 这样厚此薄彼 说不过去吧 有这么回事吧 你诈我 有这么回事没有 有这么回事没有 哎呀 这位爷 那不 那人家的教医 是人家自己带的 我租给人家 那是光板教子 你说人家愿照什么教医 我能管他筹吗 他自己带的教医啊 谁这么大胆子 哎呦 大胆人多着呢 借着公里的招牌 抖自己的威风 这算傻事啊 那你肯定知道是什么人咯 那 说说 不知道 爷啊 我啥话也没说 你看 我啥话也没说 老板 老板 做生意嘛 不能厚此薄彼啊 对不对 不不不 我说这位爷 咱们谈生意谈生意 别的 免谈 免谈 好吧 好 告辞 好 你瞧瞧 大人 哪 你瞧 你瞧 他 什么名堂 难道 还有谁要结张大力的财 谋他的命啊 是啊 你看 他一个穷脚夫 老五金病在床上都没牵制 谁会动他的脑子呢 就是那一怪客人 真是 瞧瞧 这动她的脑子有什么用 有那点钱早给她妈治病了 就是 还留在身上让人结 这像不灵啊 这为什么像不灵啊 这位兄弟 你们平时跟张大力在一起 可知道她的脾气秉性啊 知道 知道一些 她平时饮酒多不多 她呀 能喝一点 但从来不敢多喝 因为口袋里没什么钱啊 昨天不知道怎么喝高兴了 闯下这么大的祸 她家中还有何人 就一个老母亲 七十多岁了 整天躺在床上 儿子死了也不敢告诉她 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是大力回来了 妈今儿啊 睡了个好觉啊 这头也不疼了 腰也不酸了 大力啊 多亏你给妈买了这几副药 吃了 好多了 老人家 老人家 不是大力啊 那你们是谁啊 我们 我们是大力的朋友 来看看你 朋友 哎呦 这么多年过去了 大力只有几个脚夫朋友 很少有朋友 很少有朋友来看她 这几天哪 啊 常有朋友 常有朋友来 常有朋友吗 啊 前几天哪 来了一个 晚上还请大力去喝酒 喝醉了才回来 昨天哪 昨天哪 那个朋友又来了 哎呦 对她可好了 哎呦 对她可好了 又送东西 又给钱 哎呦 一个穷脚夫 成了香婆婆了 老人家 那人昨天又请她喝酒了是吗 哦 没有 那个人哪 来得晚 没说几句话呀 就让大力 送她到郊外 什么 什么小镇 好几十里呢 后来大力跟我说 妈晚上不回来了 我想也是啊 你看几十里路呢 回来不得天亮了 白天哪还得干活 回来干啥呀 老人家 大力最近 拿回来多少银子 哇 这回呀 我们大力呀 可是撞大运了 哎 他说 遇到了一个 有钱的老板 说他赶车赶得好 哎 而且呀 还赏着他十来两银子呢 我老太婆 这下可得了好处 有银子买药吃咯 哎 这些年呐 大力呀 都将我的病给拖累了 到现在 还没娶上媳妇 老人家 大力很孝顺的 这两天他得了银子 给你买了药 他的心情一定会很好 他有没有对你说什么 哎 这位姑娘 你可真是问着了 哎 我也奇怪呀 大力这回 得了银子 还给我买了药 我的病 也好多了 可是 他反倒高兴不起来 晚上睡觉啊 躺在床上一声声的叹气 翻来覆去的睡不着 哎哟 也不知道他怎么着了 他没说什么吗 没 他什么也没说呀 我问了好几次了 他就是不肯讲 有一次啊 我逼急了 我说 你不讲银子的来路 我就不吃这药了 他 这才说了一句 说是 我也是没办法呀 被逼的 只好这么做了 哎 我想啊 他跟我可能是说谎 他可能啊 是想人家借高利贷 才有这钱的 这钱怎么能借呀 他怎么还得起呀 哎 都是我 都是我这个该死的老太婆 害得她呀 你们要真是她的朋友 你们就帮帮她吧 你们就帮帮她吧 老人家 大力可能要出趟远门 帮人去做事 很长时间回不来 哦 哦 哦 她让我呀 给您带些银子来 说是也能过一段日子 这 这是她给的 嗯 是大力给您的 哎 这位大爷您 大人 我帮老人把药熬好了再回去行吗 嗯 嗯 妹子 一看您啊 就是刚来此地吧 啊 你干嘛啊你 叫什么啊你 算了算了算了 宋大人 在下想跟你谈谈有关案子的事 半个时辰后 请宋大人到福莱茶馆 请一定来 宋大人 请 姚谦 你叫我来 有何指教吗 有关小桃红的案子 我那儿有些可用的东西 不知道宋大人是否有兴趣看一看 那你所指之物 一定是跟竹如海有关系了 这个嘛 我与竹如海系同门近视 又同租一个门院 前些日子 他与小桃红频繁交往 关系暧昧 我对他早已有所猜疑 曾问其动机 竹如海他言辞含糊 不置可否 有一天 后来啊 一小桃红突然失踪 他心绪大乱 不吃不喝 闭门不出 而后公堂审案 他被关进大牢 随后自杀于狱中 所以 我敢肯定他与小桃红一案有密切的关系 果然在其房中找到一些东西 暗藏于几世之中 姚公子真是个有心之人哪 我以为这些东西对宋大人查获此案有用 果真那样 我自然是要谢谢你了 在下若能孝主宋大人一臂之力 感到十分荣幸 若能因此获取一点功德 也是万幸之事啊 我听说圣上对此案十分关切 对宋大人也是格外的器重 若能因此获得提升 像宋大人一样做个提刑官 干出些名堂 在下真是感激不尽啊 姚公子 你既对竹如海所做之事 有所猜测 而且有所知晓 为什么早不向宋某告知一二 这 公堂审讯 竹如海涉嫌其中 你本也可以挺身而出 何盘拖出真相 或许竹如海还不至于 落得这个下场 这事我也不知道啊 他能走到那一步 其实也不必那样 宋大人 这竹如海自杀 跟我可没一点关系啊 谁知道他那个性子 会那么暴力啊 不必说了 东西可曾带来 我怕出意外 未带在身边 请宋大人 晚上到在下住处去一趟 如何 好吧 我会来的 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看别人之功 把被人算计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玉真与你成亲十多年 这般年纪才还上孩子 多难啊 你们男人哪 都是这样 只知整日在外面忙碌 有多少时候会想到家中之人哪 公主说的哪里的话呀 驸马对你一向都是很好的 这我可是知道的 除了陪你散心以外 还总是想方设法的给你买许多贵重的礼物送给你 不就是想让你开心吗 是啊 是啊 这倒也是 说起来今天来看你快得她提醒我一句 不然我还不知道你有喜事呢 是吗 公主 那看来还是驸马爷心系啊 公主深夜前来看望玉真 宋司不胜感激 稍时公主回府 如果驸马爷不便来接 那我派车送公主便是 以往梅子林是会来接我的 今天恐怕未必了 父皇派她去做一个管粮草的贤差 平时没什么事 只是这几天事情倒是多了起来 马场啊 粮仓啊 两头跑 有时候连晚上都赶不回来呢 是吗 我前两天还碰见驸马爷 他还说闲着无事可做呢 公主 驸马爷这两天得了一匹好马 您可知道啊 都啊 马 都是你们男爷们玩的东西 我才懒得关心呢 驸马府很多粮马 谁知道哪匹是驸马爷新得的好马 是啊 是啊 公主 我今天得了块玉 请公主给看看 您可认识这块玉的价值 这玉 这像是我丢的那块玉 怎么在宋大人手中 公主 这是我提心思近日抓了一个贯妾从她那里得来的 这块玉是公主的饰品 是啊 还是我小时候过生日父皇送我的礼物呢 后来被驸马爷逃去 记在腰间 前些时候他告诉我说夜里看戏的时候挤来挤去的 不知道是挤断了绳索 还是被人偷走了 这倒好了 到了你这儿 那是不是该物归原主了 当然 当然 不过公主 恳求公主等我把此案审理完了以后再归还公主 没关系 只要这东西在 持几天不妨碍的 好 谢公主 公主 关于这块玉 请您先不要告诉驸马爷 也好 我得了此玉以后再给他一个惊喜 好 谢公主